第八百三十四章打架 赵思路给张探打电话时 张探正在和库成等人吃饭 谢谢 我会准时到的 他说道 挂了电话 朱平问道 怎么 有事吗 张探 没事 这雪梨汤是怎么做的 味道特别好 朱平点点头说确实很好喝 味道好极了 向于安笑着说 这是库总特别请来的大厨做的 原先在政府机关大院给领导们做家常菜 后来被挖来了 库成见张探很感兴趣 吩咐工作人员 让去把大厨喊来 给大家讲讲 大厨顶住一顶高高的白帽子出现 热情地给大家介绍 他的雪梨汤是怎么做的 张探感谢后 对方才离开 还问张探以后想吃什么 可以提前跟他说 他来做 怎么 你对厨艺很感兴趣 朱平好奇道 张探说 给我家小朋友做小白喜欢吃辣 对小孩子的肠胃不好 听蒋老师说 他拉臭臭不畅 雪梨汤清热解毒 应该对小白的身体有益 朱平惊讶到 你有孩子了 张探点点头 库成等人也都诧异地看向他 没想到张探这么年轻就当爹了 不过细细一想 不奇怪 优秀的男人总是早早就被女孩子抢走了 库成吩咐工作人员 让厨房准备一份雪梨汤 下午送到张探家里去 张探连忙说 不用 库成说 小事一桩 继续吃饭向余安看了看张探和库成 不住痕迹地笑了笑 没说什么 吃过午饭 大家闲聊了一会儿 接着出发去剧组 公司打算统一安排乘车 但是大家最终决定各自开自己的车 方便回去 哟 你这车好雄壮 这是房车呢 曹念见到张探开出那辆轻型客车 泽泽称奇 围着转了两圈 还进入里面打量 感叹年轻人真会享受 张探在前面开车带路 大家跟上出发 到了影视城门口 他停下来等了会儿 大家都到了 才把车开进去 直接去剧组 赵思路的电话又打来了 语气有点焦急 说老板们马上就到 问他到了哪里 张探说他也马上到 安慰他不用担心 赵思路很快就看到了张探 看到他和老板们走在一起 一位刚好和他们撞一起了 但玄机一看不对 张探走在前面 在给老板们做介绍呢 这位是制片人 赵思路张探给大家介绍赵思路 赵思路笑着跟他们打招呼 这些都是他的老板和金主 不能马虎 本来他打算自己来给老板们介绍剧组的 但是现在张探已经先一步了 他便只跟在一旁 有需要就说两句 没需要就只做后勤 他安排人与一同来的公司人员 给大家发饮料水果奶茶 众人来到拍摄现场 饶有兴致的驻足观看 他们中 朱平来自去园娱乐 对拍戏不陌生 但除他之外 其他几人都没见过拍戏 哪怕是库城和项鱼案 所以对拍戏蛮有兴趣 看得津津有味 这一幕拍完后 张念诚让大家休息十分钟 他则给老板们介绍拍摄进度和拍摄计划 库城听完后 让他们继续忙吧 他们随便转转 开完会 张探说来剧组看看 所以就临时匆匆来了 希望没打扰你们的正常计划 张念诚争了争 这话的意思是 张探是和他们在一起开会 赵思路也想到了这点 诧异地看向张探 听张探说 下周就要去印度了 多安排好了吗 库城问道 张念诚和赵思路给他们介绍去印度的行程安排 库城等人叮嘱注意安全后 便告辞离开了 张探则留了下来 赵思路惊讶地问 原来你是和老板们在开会啊 张探 笑道 第一次参加 你看 就我穿得这么正式赵思路面露金融 试探性地问 不是股东会吗 潜在的话是 你又不是股东 你参加这个会干嘛 张探伸出一根小拇指说 我是个小股东 这么小的张念诚 赵思路 张念诚心里乱马狂奔 可笑自己当初还想和张探争剧组话语权 后来被赵思路告知张探是投资人之一 现在又知道了 原来人家不仅是投资人 而且还是公司股东 争毛线 张探待到下午四点就回去了 主要是穿着一身正装在剧组走来走去 不舒服也挺别扭 回到家换了衣服 在漫画工作室转了一圈 到院子里和牢里 江老师聊天 到点后去幼儿园把小白接回家 这时江老师说 刚才有人送来一大罐雪梨汤 喜儿 快过来 不要走 来尝尝这个雪梨汤 张探喊来一同放学回家的喜娃娃 喜儿不灵不灵跑过来 闻了闻 嗨阿贴笑着说好香鸭 夸张探真厉害 这不是我做的 张探说 哦 喜儿愣了愣 那你不厉害 谭景儿无奈地看了看妹妹 哎呀 真是太实诚的小孩子了 傻乎乎的 傻乎乎的喜儿 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傻的 她嘻嘻哈哈跑去和小白玩 又在挖沙子 黑呦黑呦干净十足 吃过晚饭 天渐渐黑下来 张探在院子里和牢里喝茶聊天 直到天完全黑后 她回到家里 静下心来忙些工作 比如赶紧写点猪仙 小白在教室里和小朋友们玩 这段时间她不会来找张探 屋里的叫机子在嘟嘟地叫 忽然院子里传来吵闹声 有小孩子在尖叫 还有的在哭 张探起身来到阳台 只见院子里有不少小朋友聚在那里 老李和小柳老师都在 园长黄仪匆匆从教室里出来 张探下楼 得知是小朋友们打架了 她立刻紧张起来 下意识地在人群中寻找小白 担心又是小白打架 但是没看到 打架的是三个小男孩 是罗子康 她在哭呢 刮娃子莫有用 小白暗戳戳地出现在张探身边 告诉她一些情报 张探低头看她 只见喜儿也出现了 还有刘刘 嘟嘟 小米 程程 小郑郑 小圆圆 使包包没有跟来 她站在走廊上伸长脖子 往这边看 她们为什么打架 张探问小白 小白打飞索问 我现在可以打败罗子康了 哼哼哈哈 这个刮娃子做了一个拔剑的动作 张探也无语语了 揪了揪她的小麻花便 小白哼了一声 把小麻花便抢回来 打架的是三个小男孩 一个是罗子康 一个是丁小海 还有一个是新来的小男孩 小名叫小郡 和丁小海一样 都是七岁 罗子康和丁小海联盟 与小郡打 结果小郡以一敌二 自己没哭 反而把罗子康打哭了 但小郡其实没好过 他全身灰扑扑的 头发乱成鸟窝 脸上有鼻血 外套在打架的过程中 被扒拉掉了 落在地上 露出一件蓝色的衬衣 衬衣上方的两个扣子掉了 敞开着 罗子康也很惨 尤其是光头上有个脚印 丁小海稍微好点 只是在流鼻血 园长黄仪 没记住询问怎么回事 而是和小刘老师一起 赶忙给他们止血 而其他的小老师们 则招呼小朋友们 回到教室去 嘟嘟往刘刘身边挤了挤 怕怕地说男孩子好凶傲 刘刘张开小手 搂着他的肩膀 安慰他不要害怕 他大刘刘会保护 弱小的小朋友的 666 罗子康好阔连压 刘刘怜悯地说 张探忽然感觉右手一暖 一只小小的滑嫩的小手 伸进了他的手心 低头一看 是小迷妹小圆圆 男孩子好凶药 张老板你会保护小圆圆吗 小白搜的一下看过来 招手 罕小圆圆到他那里去 他来保护弱小的瓜娃子 第835章八卦 园长黄仪在给丁小海和小郡 鼻孔里塞纸巾纸屑 小刘老师则给罗子康擦光头 把脚印擦掉 见到三个小男孩 打架打得这么惨烈 只想玩不想干活 闺蜜团几乎集体震惊了 小白好点 毕竟曾经他是当事人 和罗子康的每一次打架 都不比这好过 刘鼻血被抓破 衣服扣子掉了 这些都是经常的 但其他的小朋友 没见过这样的 喜儿看得一愣一愣的 城城安安静静 但是眼睛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显示内心活动丰富 嘟嘟啪啪的 急在刘刘身边 像功夫熊猫 明明先天条件和身手不错 却不敢打架 刘刘牛逼哄哄的 挺胸挺小肚 豪言要保护他 同时在描罗子康 小圆圆凑在张探身边 弱小的小兽寻求保护 小白招手喊他过来 说要保护 但其实更像是要吃了他 小郑郑站在喜儿身边 半边小身子藏在喜儿身后 大眼睛好奇地 时而打量小郡 时而打量丁小海 唯独不看战败的罗子康 园长黄仪 把围观的小朋友们 都赶去教室 刘刘落在最后 徘徊不去 刘刘快回去 黄仪催促道 刘刘四三步一回头 最终没忍住 对罗子康喊道 罗子康你好扩脸哟 666 你的光头头疼吗 罗子康哭住 文言怒视刘刘 看起来要吃了他似的 吓得刘刘一激灵 但他看了看身边的张老板 顿时胆气豪生 凶巴巴地说 好家伙 你个好家伙 你还想和我打架呀 我会怕你吗 我超级厉害 你知道吗 哼哼哈哈 这个拱火的小朋友 耍了一套闪电五连鞭 小短腿哗啦啦的 小胖手张牙舞爪 练了一个多月的摔跤 就成了这种四步响 嘟嘟在前面喊 刘刘快走 不要惹罗子康啦 刘刘收工 嘚嘚瑟瑟地 瞟了一眼罗子康 傲娇地离开 忽然看到罗子康 似乎要追上来 吓得一溜烟跑了 他一跑 把挡在他前面 也不大想回去的 小郑郑吓一跳 大灰狼来了 慌慌张张 落荒而逃 都快哭了 赶紧去找喜儿 都进教室 不要站在这里看了 都看电视去 或者听程程讲故事 小元老师 把小朋友们带进教室 小白 小白 快进来小白 站在走廊上 继续吃瓜为官 不肯错过 难得见到罗子康 被人打哭了 自从他不再和罗子康 打架后 蒋冰又走了 罗子康就几乎成了 无敌的存在 顶住个光头 总是冷冷的样子 只有丁小海 能够吻压他一头 现在来了一个小郡 真厉害呀 小白好奇地打量小郡 以前没怎么注意 这个瓜娃子 没想到是个 凶巴巴的瓜娃子呢 我看看塞 别看了 去给小朋友们开电视 霍霍霍 这是我的强项嘛 小白跑去给小朋友们 开电视机了 院子里 张探留了下来 听黄仪询问 三个小男孩 为什么打架 罗子康说 小郡瞪他 小郡说他没瞪 丁小海说瞪啊 小郡说没瞪 罗子康和丁小海 都说瞪啊 小郡坚持说没瞪 黄仪和小刘老师 听得无语 这怎么理清头绪嘛 死结了 一旁没有作声的张探 则在观察 名叫小郡的男孩子 他是第一次 见到这个小郡 听小刘老师说 小郡是上个礼拜 来的小红马 一周多的时间了 但是平时不显眼 张探没有注意过 他见到小郡的眼睛 有点问题 好像是斜视眼 他仔细打量 忽然小郡冷冷地 看了过来 瞪着他 凶巴巴的样子 旋即又连忙低下头 看出自己的脚面 不言不语 张探感觉 他整个人都变小了 再把自己努力藏起来 他心中触动 自己刚才的无意动作 可能触及了 这个孩子的敏感神经 黄仪在给他们讲道理 三人沉默 不知道有没有在听 黄仪讲完后 张探邀请他们仨 到他家里去做做 丁小海和罗子康想了想 跟住去 但是小郡不去 他跑回了教室 张探跟过去找他 但是小郡压根不搭理他 无奈只能带着丁小海 和罗子康回家做做 小白听到消息 也摸回家了 在门口探头探脑 被张探发现 喊他有事就进来 小白霍霍笑 暗戳戳地进来 丁小海朝他打了声招呼 罗子康则哼了一声 撇开脑袋不看他 小白不以为意 搬来小椅子 坐在边上 又跑去卧室抱来布娃娃 抱在怀里 标准地吃瓜群众 罗子康健壮 本来精神逐渐放松地 立刻又绷紧了 起身说要走 不待了 张探挽留他 让小白找小朋友们去玩 小白气呼呼地 为啥子不让我在这里 这是我的家呀 为啥子 拉个回事 哪国能告诉我是拉个回事 哼铲铲 罗子康屁而黑 虽然满腹牢骚 满事不满 但小家伙依然还是走了 到了玄关 换了小鞋子 出了门 站在门口 还在往屋里大喊叫冤 为啥子 这是为啥子 哼 忽然他转向走廊里呵斥道 看啥子 爬开 莫挨老子 张探旋即见到流流 在门口晃了一下 想进来 但是小白都走了 只能跟住小白一起离开 两个小女生并没有离开 而是藏在楼梯口 想要继续伺机旁听 然而 张老板出现在门口 把大门关上了 流流惊呼 好家伙 张老板个好家伙 小白你看 张老板把门都关了 那不是你的家吗 你被赶出来了吗 你好可怜呀 小白 音音音 不知道为什么 小白忽然很想痛点一顿胖流流 但是流流机灵得很 见小白神色不对 立刻跑了 小白跟住来到院子里 拿出自己刚带出来的望远镜 往阳台上张望 期待能够看到张老板 怎么教训丁小海和卢子康 那个小光头 小白你在看什么 流流好奇万分地凑在小白身边 眼巴巴地看住他的望远镜 垂涎欲低 莫挨老子小白东张西望 看不到阳台里面啊 给我看看嘛 流流黏黏乎乎的 哎呀爬开爬开 给我看看嘛小白 流流缠上来 不要到望远镜是不罢休 小白被他缠得没有办法 反正也看不到 便把望远镜塞他怀里 看看看 就知道看 弄个瓜娃子 保里保气 流流黑黑傻笑 毫不在乎小白诋毁他保里保气 学小白刚才的样子 拿起望远镜对住阳台东张西望 大喊 小白小白 我什么都看不到呢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坏了 小白霍霍暗笑 说 我把你的盖盖盖上了 哈哈哈哈 流流一看 果然 望远镜前端镜片上的盖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盖上了 难怪他什么都看不到 他顿时气呼呼的 觉得自己贵为一个小公主 竟然遭受这样的欺辱 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不是玩不起呀 啊 小白你是不是玩不起呀 他压得气死我了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你是不是不把我当小朋友呀 流流 唠唠唠叨叨 嘀嘀咕咕 小白捂住耳朵嫌弃道 吵死牢吵死牢 流流 哼 吵死牢你就不要盖我的盖盖吗 哼 你是不是做错了 小白 你要向我道歉快说对不起 他一边唠叨一边把盖子撸掉 继续撂望阳台 他惦记罗子康会不会被张老板打扁呢 第八百三十六章敏感的心 流流对住望远镜到处张望 但是也看不到阳台里面的情景 便对住小白一阵愁 哈哈哈哈 小白 小白你在好远的地方呀 你怎么跑哪里去了 流流伸出 小胖手去摸小白 从望远镜里看 小白在好远的地方 小白说了一句保里保气 把望远镜要回来了 带流流回教室 嘟嘟第一时间出现 好奇地问流流上哪里去了 他还以为他被罗子康拖出去打死了呢 你不要乱跑呀 你跟住我知道吗 流流有点懵圈 胖嘟嘟之前还怕怕的 需要他的保护 怎么罗子康一走 他就这么牛叉了 好家伙 你个好家伙胖嘟嘟 你吹牛压你 你骂我压你 你个小坏蛋 两人嘀嘀咕咕 欢喜冤家一对 小白打量教室 没看到小郡 到处找 终于在电视机前找到了 小郡坐在一群小朋友的最外边 一个人落在最后 周围空出了一圈 没有小朋友敢和他坐一起 他彷扶一块坚硬的带辐射的小石头 周围寸草不生 死寂一片 他养着脑袋 鼻孔里还塞着纸穴的纸巾 盯着电视在看 电视里正在播放倒霉熊 白白胖胖的小熊各种倒霉 惹得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一阵阵哈哈笑 前腐后仰 小郡冷着脸 神色紧绷 渐渐地 神色缓和 但是相对而言 依然像是巨人于千里之外 显得很严肃 只是在小熊倒霉发笑的时候 他才神色缓和一下 想笑但是不知道怎么笑 小白搬来一条小凳子 走到他不远处坐下 昂着小脸也看倒霉熊 小郡第一时间发现了他 侧头瞅了一眼 没有理会 继续看电视 忽然他感觉有意 侧头看了一眼 只见小白也在专心看电视 以为自己多疑 回过头 继续看电视 但是没一会儿 他又感觉不对劲 侧头一看 小白依然在看电视 看也没看他一眼 他回过头 忽然猛然侧过头 发现了 小白离他越来越近了 小郡搬起小凳子 再次拉开距离 小白见被发现 终于看向他 霍霍霍笑 你的鼻子还疼吗 小郡看了看他 没有回答 继续看电视 小白不以为意 又靠近一点点 问他为什么不去张老板家玩 小郡这回看都不看他 更别提回答 小白见状 脸上笑咪咪 嘴里小声嘀咕一句 刮娃子屁而黑 小郑郑快过来塞 他看到小郑郑搬来小凳子 也在找地方看电视 近的位置他挤不进去 远的位置他要仰起脖子 听到小白的招呼 小郑郑刚要过来 忽然看到冷住脸的小郡 愣在原地 去也不是走也不是 快过来塞 坐这里小白招呼道 小郑郑为难的快要哭了 招呼他的是小白 但他看的却是小郡 他胆小 害怕冷脸的小郡 快过来塞 你酷爱惨了 老子好喜欢你熬 小白上前把他拉了过来 让他坐在自己和小郡之间 小郑郑像是被施了定身法 一动不动 小身子鼻挺 庞扶坐在身边的小郡 是只大灰狼 小郡见状 忽然猛地起身 搬起小凳子就走 不看电视了 小郑郑吓得进入寒蝉 别住嘴 真的要哭了 小满老师经过 连忙安慰他 询问怎么回事 小白告诉小满老师 说小郑郑是害怕小郡 郑离开的小郡闻言 愤怒地转身 大声吼道 我让你们不要靠近我 你们偏偏要过来 怪你们自己 小郑郑这下真没忍住 哇的一声 哭了 小白看看小郑郑 看看小郡 抓了抓脑阔阔 拉个回事 这是 他都蒙圈了 晚上 丁小海的爸爸把他接走了 他走之前还跟喜儿打招呼呢 他们是楼对楼的邻居 小红马里的小朋友们 一个个被接走 到晚上十一点 只剩下少数几个 其中之二 就是罗子康和小郡 罗子康已经睡住了 小郡则在小床上翻来覆去 粘转反侧 睡不住 直到 小柳老师过来询问他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他说不是 有心事啊 小柳老师柔声问道 小郡还是摇了摇头 翻个身 侧身躺着 背对小柳老师 小柳老师拍拍他的肩膀 说 别睡了 快起床 你家里人来接你了 小郡立即翻身而起 快速穿好衣服和鞋子 快步出门 在门外见到 了结他的爷爷 他爷爷问他 今天是不是打架了 小郡争了争 看向一旁的小柳老师 小柳老师说 你鼻子出了那么多血 家长一定要知道的 小郡便朝爷爷点 点头 小郡的爷爷问他 他为什么打架 小郡不说话 当先离开回家 这孩子性格太降了 小郡的爷爷 无奈地对小柳老师说 孩子还小 将来会变的小柳老师说 小郡的爷爷 感谢小柳老师 说给他们添麻烦了 他跟上小郡 出现在院子里 这时小郡回头告诉他 因为鲁子康 盯着他的眼睛看 所以他一生气 就骂了一句 小郡的爷爷 联系地摸了摸他的头 千言万语 化为一句叹息 说 走吧 我们回家 张探飞往北平 电影风声 年前就拍完了 原本打算春节档上映 但是综合评估后 认为这样一部电影 在春节档上映不大合适 氛围不对 恐怕对票房不利 所以压了下来 准备在暑期档上映 张探去北平 是参加风声的内部试影会 会上将邀请大批媒体记者 和影评人观看 希望他们做做宣传 金牌编剧张探 继潜伏后 又一谍战剧立作 没有硝烟 但是暗潮汹涌 张探战风格 暑期档上映 去年 张探推出了 谍战电视剧潜伏 口碑和收视率双丰收 如今风声的宣传逐渐展开 人们知道有这样一部电影 将来暑期档上映 不经期待不已 从放出来的宣传片看 风声的风格和潜伏相似 同样内敛紧张 让人精神紧绷 也令人期待不已 适应会上 众多影评人和媒体人 对风声赞不绝口 认为是近年来 国内谍战剧中 数一数二的作品 影视公司和张探 对这部电影期待很高 不然不会临时改变上映日程 把电影挪到暑期档 你们可以撤了 不过 还是不能离开北平 张探对张灵和许淑飞说道 这两人当初被张探 安排进了风声剧组 现在电影已经全部完工 他们其实早就可以撤了 但是张探让他们在北平 再等等 因为电影寄生虫要开拍了 这部电影筹备的时间相当长 导演陈斌 把工作做得非常细 光是主演 他就再三挑选 亲自出马五次 才把资深影帝郭廷和 张探还特地去看了 助扎在功夫剧组的江戎 见到他时 发现人瘦了一圈 感觉对不起他的 一个女孩子被他安排到北平 人生地不熟 要不 我给你调一下剧组 你倒我不是要神剧组来 江戎白了他一眼 你要调不早调 现在电影都快拍完了 你却要调理我 是不是想给我穿小鞋 摘桃子 一切顺利的话 功夫可能也在数七荡上映 到时候和风声撞七 张探想要协调 但是无功而返 两部电影都和他有关 但分属不同的影视公司 他们不想调 都认为能够压对方一头 张探哭笑不得 算了 什么都不说了 晚上请你们吃大餐 张琳和许淑菲也会来 你们在北平 平时多走动走动 相互照顾 这还用你说 等你来拉线 黄花菜都量了江戎和张琳 许淑菲三人 在北平经常有事没事聚一聚 毕竟三人都是被派到北平公干 同病相连 第837章 收礼物的小白 张探在北平待了两天 飞回浦江时 正是下午四点多 小白放学时 江老师已经去接小白了 他便留在家里 看了看小说朱仙的连载情况 如今这本书已经连载了一万字 剧情才刚刚开始 绝大部分内容没有展开 所以人气寥寥 没几个人看 评论区新增了十几条评论 和上次一样 大部分是广告 只有少数几条是有实质性的内容 作者文笔真好 剧情渐入佳境 好看 就是更新要稳定 网络小说更新是王道 不然再好的小说也是扑街 好久没看到这种文风的小说了 作者文笔功底 身后 剧情不急不缓 涓涓细水 很有味道 加油 看好 张探注意到这一条评论 就是上一次评论的那位 网名叫吕不懂大人 难得有了第一位粉丝 张探刚要给他回复 忽然听到门外传来小白的说话声 小朋友放学回家了 一 拉个门开了脸 小白发现家里的大门敞开着 奶奶 有贼娃娃 他在门外探头探脑 往屋里打量 以为是遭了贼 不敢进来 警惕得很 随时准备逃跑 小白不知道今天张探回来 是哪锅在里头 小白大喊 江老师说 应该是张探回来了 他拉个回来脸 小白问 刚好看到张探从房间里出来 欢快地打招呼 张老板 当个时候回来了吗 张探说刚回来 小白同学小大人似的坐到他身边 关心地问 怎么不早说呢 早说的话他就去接他了 张探 虽然感觉是吹牛 但是怎么也是好心一片 于是张探感谢道 谢谢啊 小白乐的呵呵笑 旋即又热情地问道 你吃 忙忙了吗 还没呢 你吃了吗 莫有塞 我请你吃吧 张探刚要说好 忽然想到他的鱼 白白盛宴和嘘嘘而犯 多半又是这种过家家伙食 于是说道 谢谢你啊 怎么好意思麻烦小朋友呢 我请你吃吧 我们今晚到外面去吃 不做饭了 好塞 小白一听 高兴极了 我请你塞张探胡一地打量他 觉得今天的小朋友热情地过分吧 他猜测是不是这小家伙 在他不在家的两天里做了什么坏事 但其实真不是 小白两天没见张探 有些想念而已 从幼儿园放学回家的路上 他还在劳道 张老板去了北平 当个电话都不给他打一个脸 他原本和江老师说好了今晚和奶奶睡 但是因为张探回来 之后压根不提去奶奶那儿睡的事情 江老师也识趣地没有再问 他偷偷地给自己定位 当小白完全认可张探后 他的使命就完成了 可以回到老家遗养天年 所以来到浦江以后 他一直默默无闻地做着一些事情 充当小白和张探之间的沾合计 尽量让他们相处 有一段时间小白总是缠着要和他睡 被他赶出去 要求睡到自己房间里去 也就是张探的这个家 同在一个屋檐下 感情增进的才会更快 对了 有给你的礼物张探想起给小白带的礼物 去房间拿 却发现身后亦不亦去地跟住小尾巴 回头笑道 你去客厅等住 我拿来给你 霍霍霍 Longer还有礼物脸 小白娇憨地说 小白又不过生日 Longer还有礼物脸 小朋友不是只有过生日才有礼物 这段时间你表现得很好 所以我给你奖励啊 小白文言 抬头挺胸 娇娇地说 我哪里 表现得好脸 比如你主动和小俊交朋友 这一点就做得很好 还有张探举了几个例子 没举一个 小白的眼睛就亮一分 表情虽然保持着基本的镇定 但到最后已经嘟嘟嘴了 小手背在身后 食指缠一起 显示内心激动的要蹦跶起来了 你说要不要给你礼物 张探最后问 小白矜持地点点头 认真考虑后才说 要 这么好的娃娃不给李乌朗个缩脸 说完 他哈哈大笑 欢快地跑掉了 张探去房间拿礼物 小白又跑了过来 跟住要进房间 去客厅等住 霍霍霍 小白娇憨地说 给我看看马亨快去快去 搞得一点惊喜都没有 张探把小朋友推出房间 然后关上了门 小白站在门口徘徊 将老师笑着看住这一切 喊他回来坐好 李乌又不会跑掉 小白这才哒哒哒 跑回来坐在小凳子上 但是屁屁儿 彭腐痒痒似的 坐不住 扭动个不停 一件小礼物 就把他激动成这个样子了 真是没有见过 世面的小朋友啊 当张探打开门的那一刹那 小白就像坐在了弹簧上 瞬间蹦跋起来 袭击不已 但又矜持地忍住 没有上前 快过来啊 别愣在那里 张探招呼道 彭腐是信号枪 小白立即屁颠屁颠地跑过去 从张探手里 接过一个手提袋 兴奋地问 这是给他的吗 这是给他的吗 是什么呀 他拿出来一看 是件衣服 以为是新衣服 但是展开来一看 好大一件 怎么可能是他的呢 拉个回事嘛 骗小朋友玩呢 小白板住脸问张探 张探说 这是给奶奶的 你的还在里面 哦 你早说嘛 奶奶给你的 张老板给你的 张探给江老师 买了一件春装 江老师笑呵呵地说 怎么还给他买衣服呢 但心里高兴得很 把衣服给了奶奶后 小白迫不及待地 跑回来查看自己的 发现也是一件衣服 是小衣服 而且和奶奶的款式 一模一样 一大一小 小白哈哈大笑 抱着小衣裳 来到奶奶面前 晃来晃去 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小衣服 和奶奶的一模一样 一 拉个还有一件呢 也是给小白的吗 小白发现手提袋里 还有一件衣服 好奇地拿出来 发现是件大衣服 跑去给奶奶 以为是她的 但是奶奶打量后 说不是 张探不好意思地说 这是她的 小白争了争 惊讶地问 咋个整儿脸 张老板 你和我们女生 穿一样的衣服 那小表情 彭扶在说 你是不是在搞笑 张探不好意思道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不可以吗 这是亲子装啊 诺 这个娃娃给你 她把一直藏在身后的 芭比娃娃 塞她怀里 果然 有了芭比娃娃的小白 立刻转移了注意力 她发现这只娃娃 怎么看怎么像她 太酷爱了吧 酷爱惨牢 第八百三十八章 激情作案 小白收到芭比娃娃 高兴得不得了 抱着在家里走来走去 疯狂抱走 这还没完 她兴匆匆地抱着下楼 要去找小闺蜜们分享 刘刘和嘟嘟 以及喜儿正在挖沙子 小郑郑站在一旁 立正站好 乖乖不许动 这次说要埋她 霍霍霍 小白抱着芭比娃娃 从他们周围晃过 可是小朋友们 没一个主意她的 于是她又晃回来 霍霍霍 这回喜儿主意到了她 喊道 嗨阿亦 小白 小白 快来 挖沙子呀 一 忽然 喜儿逐一到 小白怀里抱住的 精致娃娃 惊疑不定 一旁的刘刘也逐一到了 扔下小铲子就靠过去 嘟嘟正拎着 小童子装沙子呢 忽然小姐妹不干了 提醒到 刘刘不要走压 刘刘快点装沙子 我们快点干活 小刘老师来了 我们就不能玩了 但是刘刘不搭理她 此刻刘刘的眼里 只有小白和芭比娃娃 要不是芭比娃娃 在小白手里 她眼里肯定就没有小白 刘刘眼巴巴地靠近小白 明知顾问问 小白小白 你这是什么 你的宝宝吗 和和和 小白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骄傲又矜持 笑得合不拢嘴 我都不晓得拉个缩 刘刘可不会跟她客气 说道 那你不要说呀 我们是好朋友 给我抱抱呀 给我给我 好家伙 直接上手了 爬开 爬开 莫挨老子 爬开 拿开你的手手 拿开 刮娃子 爬开 我要发毛老 铲铲 老子 框框给你两儿试 刘刘狗皮高耀似的 眼里只有八笔娃娃 不拿到手 是不罢休 没一会儿 眼变成武力抢夺 巴达 哎呦 小白一不小心 被刘刘用了一个摔跤的动作 给摔倒在沙坑里 喜儿和嘟嘟都震惊了 小正正健壮 看看沙坑里的小白 看看喜儿嘟嘟和刘刘 见没人注意自己 慌慌张张逃跑了 既然已经埋了小白 那就不用埋他了吧 快躲起来 去找屎包包说悄悄话 刘刘把小白放倒后 也是吃了一惊 玄机恶向胆边生 抢走了八笔娃娃 搜的一下跑了 小白震惊的无以复加 躺在沙坑里脑袋是猛 但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有一天 被傻乎乎的胖刘刘放倒 而且是放倒在沙坑里 准备掩埋 喜儿和嘟嘟这对 前活小能手都停下了动作 惊讶地看住小白 嗨嗨啊 小白你被刘刘摔倒了 嗨嗨啊 喜儿大笑 没有他不敢笑的人 只要他想笑 只要好笑 馋馋 瓜娃子胖流流 老子要把你的屁屁儿打开花 让你小的 为啥子花儿郎个红 你莫跑 小白喊得震天响 气炸了 胖流流 怂怂的胖流流 竟然放倒了他 而且把他的小娃娃抢走了 那是张老板刚刚才送给他的 他都还没捂热呢 他只是想嘚瑟一下 他冬的一下 从沙坑里跳了出来 应是狼固 感觉要一口吃了胖流流 他用目光扫描小红马 急切寻找犯罪后逃跑的胖流流 但是胖流流已经没影了 消失不见了 顿地了 窜天了 谁知道呢 总之就是不见了 任凭小白屋里屋外找了的便 就是没有找到 小米 小米快来 帮我找流流 喜娃娃 喜娃娃快来塞 嘟嘟 好娃娃快来找流流 澄澄 小香瓜快来 小郑郑快来塞 莫怕 老子不买你 小圆圆 你的小宝宝 帮我找流流 我带你找张老板玩 使包包 使包包捉迷藏老小郡 好家伙 好家伙 小白几乎发动整座小红马 一起寻找胖流流 抢回她的巴比娃娃 众人到处搜寻 心事动众 惊动了小老师们 一开始劝小白不要这么大张声势 把流流吓坏了 旋即发现这么多人都没找到流流 不禁关心起流流到哪里去了 担心她的安全 没有找到 最终都没有找到 小白怒气难消 忽然看到 嘟嘟一个人从教室里出来 慌慌张张 眼神乱转 不敢看她 嘟嘟 找到流流了吗 小白问她 嘟嘟摇摇头 没有说话 眼神出卖了她 慌得很 说 流流在哪里 不说就给你的脑阔阔 打两个窝窝 嘟嘟摇头 坚决不说 这时有小朋友发现了流流 说她在三楼 在将奶奶嫁 好家伙 小白搜的一下冲了过去 身后小朋友们紧跟而去 都想看流流怎么牺牲 没多久 流流被捉住了 压到了沙坑边 在她旁边 还有以窝藏罪被逮捕的嘟嘟 不远处使包包心惊不已 其实流流之前找到她的藏身处 想和她藏在一起 她害怕再次以窝藏罪被捕 所以溜了 流流怕她通风报信 就像她自己经常钱的那样 所以也开溜了 跑到三楼 找到江奶奶 被邀请吃吃喝喝看电视呢 哪管楼下翻天覆地 流流和嘟嘟两个小不点 并排站在沙坑边缘 等待被推进去就地掩埋 流流阴阴阴阴个不停 看了看身边的小闺蜜 感动的呼唤 胖嘟嘟嘟嘟也看下 她 惨兮兮的呼唤 胖流流 两人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小白抱着巴比娃娃 站在他们对面 怒视流流 问 你拉个抢我的娃娃 流流可怜兮兮地说 娃娃 好可爱哦 小白又问 那你拉个把我推到沙坑里面 流流可怜兮兮地说 你好可爱哦 小白小白 流流见小白真要埋她 吓得连忙交代 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当时的首手就是想这么干 其实跟她没什么关系呀 是她的首手干的 哦对了 是教练干的 教她摔跤的教练干的 肯定是 她这属于典型的激情作案 小红马里的小朋友都来了 今晚看中流流嘟嘟 春天到了 看他们春天里谁先发芽 罗子康过来看戏了 哈哈大笑 幸灾乐祸 使欢使包包去唱歌助行 上一次罗子康和小郡打架 流流也这样看戏 好嘲笑她 现在她终于可以 报那一件之仇了 尤其是当时双方 都是她讨厌的人 流流怒视幸灾乐祸的罗子康 虽然处境艰难 但是不敢因此本色 嘲讽到罗子康 小光头 略略略略略 熊孩子 胖流流 罗子康过来要教训她 流 流赶紧向嘟嘟求救 嘟嘟 她争了争 大喊 谁来救救我们呀 我们是好娃娃 我们只是有点调皮 小白拦住要去落井下石的罗子康 让她爬开 你说谁爬开 罗子康瞪着小白 她看小白也很不顺眼 两人的私怨是曾经打出来的 罗子康 刮娃子小白毫不退让 流流感动不已 给小白加油鼓劲 让她打败罗子康 大喊 小白小白 罗子康说你是刮娃子 说过好多次 我都听到了 罗子康看样子真想 动手 这时候 小白身后的娃娃们被挤开 走出来一个斜视眼的小男孩 无声地站在小白身后 瞪着罗子康 却让罗子康身边的小朋友们 以为是瞪他们 吓得一六烟散开了 罗子康周围瞬间空出一片地 第八百三十九章 大难过后必有大福 罗子康看到小郡冷冷的样子 心里有点发怵 不久前才被小郡打哭 那时候 他还是和丁小海一起联手 仍然失败 被打得头上有脚印 想想心有余悸 如今自己一个人 单独面对小郡这个邪言虎 他表面傲气面对万虫浪 实际上心里敲起了退堂鼓 这时候刚好小刘老师赶了过来 你们在干什么 不要打架哦 小白 罗子康 不要打架知道吗 都散开 他走近了 看到刘 刘和都督也站在小白身边 和罗子康对峙 以为这俩小胖 也打算和小白一起打罗子康呢 刘刘你不要参与 你会被打死的 哈 刘刘争了争 疑惑不已 他没打算打架呀 他哪里敢打架 他也就是欺负小郑正史包包和胖嘟嘟 就连城城他都摆不平 反而经常被摆 不过 他虽然打架不行 但是吹牛和狐家虎威很有心得 一向认为自己是小红马一霸 此刻竟然听小刘老师说 他会被罗子康打死 这 不能忍啊 他满脸的不高兴 觉得受到了小刘老师的侮辱 凭什么这样说他 他哪里会被罗子康打死 哦对 确实会被罗子康打死 但是不能说压 他不要面子的嘛 嘟嘟在一旁 怎么不说他 好家伙 好家伙 小刘老师 你玩不起压你 我是坚强的小石流 我练摔僵呢 我把小白都摔了 话音刚落 小白就狠狠地瞪向 了他 刘刘连忙说对不起 刮娃子 爬开 小白让他和嘟嘟赶紧走 真要打起来 这俩就是扑街的 嘟嘟还好 打不赢跑得赢 刘刘就不行了 打不赢也跑不赢 举手投降第一名 但往往罗子康投降的机会都不给他 直接就是爆摔 摔得他哭爹喊娘 哎呦哎呦一整晚 刚刚一直想开溜的刘刘 此刻一波云天 正气里然地说 我不走 哼 我才不走 我是你的好朋友 打他 罗子康 打罗子康 他 捏起小拳头 上下挥舞 好像真要冲过去似的 嘟嘟很贴心 拉着他的小裤子 劝他不要冲动 要冷静呀 小白烦躁地让他进一步爬开 别碍事 刘刘见状 盛情难却 就带着嘟嘟撤了 撤出了人群后 刘刘立刻洗上眉梢 666 吵鸡想笑 但是强忍住 撒开小端腿开溜 担心小白反悔又要埋他 刘刘 你去哪里 嘟嘟不明所以 他们要帮小白呀 虽然小白让他们走开 但是他们不能开溜呀 胖嘟嘟快跑 刘刘拉着嘟嘟就跑 罗子康是小坏蛋 小白也不是好家伙 都是欺负他俩的大恶魔 两个小机灵鬼溜了 罗子康和小郡对峙 幸亏来的小刘老师 才没让打起来 不然罗子康又要哭 他终于可以体面地离开 心里嘀咕 小白这个熊孩子 怎么和小郡成了朋友 小白要感谢小郡 但是小郡看也不看他 直接走了 像极了不是处的高手 随手解决了人们的危难 风轻云淡的就这么走了 不带走一片云彩 人群里的小郑郑 看住小郡离去的背影入神 大眼睛发光 这才是他的崇拜的大英雄亚 庞腐踩着七彩祥云 从天而降 他陷入响入飞飞中时 忽然被喜儿海阿叶笑着 搂着小肩膀 说要去听成成讲故事 成成不动如山 微然不动 从小就显出不一般的镇定功夫 外面吵闹成这样 他依然宅在教室里 看绘本故事 丝毫不受外面纷扰的干扰 在他眼里 这些就如同绘本故事里的 小动物们抢尸打架 都是小意思 他见得多了 小刘老师让人群散去 小白也散去了 忽然发现 刘刘和嘟嘟不见了 他还没找他们算账吗 他到处找 在阅览区找到了这俩 这俩窝在角落里 抱着绘本挡在身前 当起了鸵鸟 以为自己看不见别人 别人也就看不见他们 只能说天真 正好被小白堵个正住 角落里很快响起 刘刘的惨叫声 凡事路过的小朋友 无不多看几眼 好一会儿之后 小白抱着巴比娃娃走了 小郑郑好奇心重 拉着喜儿去看看 刘刘和嘟嘟怎么样啊 别被小白打扁了呀 但是当他们刚过来 就见到刘刘大摇大摆地 从他们面前走过 喜儿和小郑郑的目光 齐刷刷地落在 他那鼓鼓的小肚子上 那挺翘的幅度啊 正如四十五度 仰角望天 就像怀着双胞胎小皇帝 配合他的步伐 不可一世 嗨啊 刘刘喜儿招呼他 但是刘刘旁腐高贵了 瞥了他一眼 哼了一声 傲娇地走了 他现在可是打败了小白的人 小白都拿他没办法 能和以前一样吗 喜儿喊他 他就要硬吗 起码要喊刘刘姐姐呀 两小人儿目送不可一世的胖刘刘经过 想到还有嘟嘟 刚要看过去 只见嘟嘟也出来了 他们的目光 齐刷刷地落在嘟嘟的小肚子上 还好 还好 里面只有一个小皇帝 不像刘刘 是双胞胎 嘟嘟 小白打你们了吗 喜儿问嘟嘟 嘟嘟哈哈笑 说小白只是捏了刘刘的脸 没捏他的 说完 他就跟住刘刘走了 两人经此一役 建立了革命的友谊 有着血浓淤水的战斗友情 一般人休想把他们拆分 但小熊可以 上来喝小熊嘛 喜儿听到院子里传来张老板的声音 他带着小郑郑赶出去 只见嘟嘟化成几道残饮 形态各异 动作不同 都是嘟嘟 不同时空的嘟嘟 他跑得实在太快了 刘刘慌慌张张地跑在后面 落后三四米 焦急地大喊嘟嘟慢点跑 等等他 他担心嘟嘟把小熊喝完了 好几次分零食 他都来晚了 有次发苹果 还被张老板逗哭了 以为轮到他就没了 刘刘又是紧张 又是开心 觉得大难过后必有大福 有小熊呵呵了 他都已经好久好久没喝小熊了 喜儿和小郑郑 上来啊 别愣着张探坐在阳台上招呼 他身边还站着 拿望远镜左看右看的小白 小郑郑害怕 他害怕张探 觉得他是大魔王 小郑郑你要是不来 我就去抓你 张探说道 小郑郑心里更加紧张了 小脸皱成一团 心里纠结地打了死结 但是没奈何 他斗不过张老板压 只能乖乖地送上门去 排排坐 分裹过 小白当起了女主人 勤快地给小闺蜜们发小熊 每人还有一包小熊饼钱 发给了喜娃娃 发给了小郑郑 发给了屎包包 发给了小米和橙橙 发给了 小圆圆 算了 还是发给他吧 不然张老板要不高兴了 轮到刘刘和嘟嘟 刘刘咧嘴讨好的笑 见小白没动作 主动摊开小手 你的肚肚好大哟 刘刘 小白的目光落在刘刘的小肚子上 刘刘低头打量自己的小肚鸡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骄傲地挺了挺 就差问小白 羡慕吧 给你小熊呵呵 小熊饼钱不给你 小白结下了小熊饼钱 只发给他饮料 刘刘大为不满 玩不起呀 小白你玩不起呀 他嚷嚷得很大声 眼睛不断瞄张探 知道有张探在 他就不用怕小白 他是有理的压 但是 小白说 他吃了小熊饼钱 会饥食 会病倒 刘刘 这让刘刘无言以对 他今年零食吃得少 饥食的情况还没有发生 但是以小肚子 陷在这种鼓鼓的程度 饱不准就会被一包小熊饼钱压到 由此助进小儿推哪管 他压得 这个小花花玩不起呀 刘刘嘴里碎碎念 满腹牢骚 第八百四十张尾随 刘刘最终也没能吃到小熊饼钱 他想蹭嘟嘟的 但是嘟嘟进食的时候 眼里根本没有他 直接转个身 用肉嘟嘟的后背对住他 还放了个响屁 把刘刘气得要和他绝交 刚刚才建立革命有意的两人 以为友情深不可测 其实也就一包小饼钱的事情 尽管没有吃到小饼钱 但是刘刘的小肚鸡 已经鼓得不能再鼓了 衣服完全遮不住 最后连张探都出马 不让他再吃任何东西 真担心爆炸 晚上沈丽明来接他 见状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 只能威胁到 回到家里 你妈妈看到你这样 会怎么说你 刘刘骄傲地说 夸宝宝厉害呀 还夸你厉害 不可能 他会让你罚站 刘刘大怒 说他才不罚站 他要让妈妈罚站 哼 好好好 沈丽明无话可说 说多了伤妇女感情 只希望刘刘小朋友回到家里 见到猪小静 真的能够这么硬气 对不起 猪妈妈 我 我错了 倒我吃太多了 家里 刘刘想溜回自己房间睡觉觉 但是被朱小静发现了 掀起他的小衣裳 打量他的小肚鸡 刘刘努力把小肚鸡吸回去 但是已经很努力了 小肚鸡依然圆鼓鼓地 旋即被审问 被教育 被要求罚站 刘刘嘀嘀咕咕 碎碎念 但是不敢反抗 老老实实去面壁罚站 见到沈丽明 哼了一声 傲娇得很 沈丽明无声地笑 不是说不罚站 而且要罚妈妈站吗 怎么认怂得这么快 连一句硬气的话 都没敢说出口 五分钟过去了 刘刘开始喊猪妈妈 好了吗 但是朱小静说 还没好 还要继续罚站 十分钟过去了 刘刘还在罚站 十五分钟过去了 他还在 半个小时过去了 刘刘已经站着在打瞌睡 朱小静才把他带回房间睡觉 顺便摸了摸他的小肚鸡 感觉小了一些 以后在偷吃零食 就罚站这么久 朱小静威胁到 罚站有利于消食 不能让刘刘吃饱了 就躺下睡觉 那样小肚鸡会越来越大的 以后你也要注意 朱小静说 啊 沈丽明惊讶 你看你现在的肚子 朱小静嫌弃沈丽明 越来越明显的啤酒度 刘刘没准就是看到你这样 才放任自己的 你要给他树立好榜样 沈丽明 他很想辩驳 但是低头看看自己的啤酒度 千言万语 化为一声叹息 只能认了 乖乖的靠墙站好 就站在刚才流流面壁的地方 复成女业 世袭网替 我不是要神剧组集体去了印度拍戏 张探没有跟住去 库成找到他 询问新剧的事情 他想再次启动新项目 未即将到来的上市造势和提升股价 有什么要求吗 张探询问 之前和还酷讯视频签合约的时候 有过约定 未来十年内要合作不少与五部影视剧 这次拍摄电视剧 我想要一部商业性质的电视剧 爆款的那种 库成说到张探新说 我还想上天呢 爆款不爆款 这是他定的吗 虽然他能从前世的爆款作品中挑 但是不代表放到当下就也能爆款 时代环境不一样 各种发酵因素不一样 作品的社会效应也就会不一样 好在库成虽然提了要求 但是没有对剧本提什么硬性要求 知道要放权 最好不要干涉创作 主要是张探之前的成绩 让他敢于放权 张探一边听一边琢磨明白了 在我不是要神 还在拍摄的当下 库成之所以这么急于拍摄新剧 主要是因为酷讯视频 花大价钱购买的两部新剧收视率 都没有达到预期 一部甚至可以说是铺接了 另一部有些人气 但颇为惨淡 和预期的大爆款相去甚远 这让酷讯视频十分被动 正值上市的当下 这么一来很容易让市场失去信心 张探的新剧虽然不可能这么快出 赶不上公司上市 但是一方面可以急助他的名气 炒作一波 另一方面采用边拍边播的模式 时间上并不太晚 库成坦诚地告诉张探 新剧确定后会大力宣传 要他做好心理准备 张探笑了笑说 明白 我回去想想股价抬高 对他也有好处 好好想想 不过也别太急 压力别太大 我知道写剧本是很费脑子的事情 要琢磨的事情太多 库成懂得还蛮多晚上 张探坐在阳台上想剧本的事 小白拿着他的望远镜 坐在他身边朝外面东张西望 每天乐此不疲 他发出霍霍霍的笑声 乐不可知 张探回过神来 低头盯住他问 小白你在看什么 这么津津有味小白文言 一边继续张望 一边霍霍霍笑得更大声了 张探好奇地弯下身 凑到他身边 给我看看 我看看你在看什么 小白把望远镜递给他 指着外面的某处说 那里有两只猫猫在偷吃小鱼前 张探接过望远镜 在哪里 那里塞张探顺住 小白手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看到了两只猫咪 在偷吃小鱼前 像不像刘刘和嘟嘟 张探笑道 小白哈哈大笑 我都不晓得浪格索 忽然 他又指着西长安街 酒吧那边的方向 贼嘻嘻地说 那里有人在亲嘴嘴 张探脸色一正 这你都看啊 小白哈哈笑 点头说看呀 他看呀 他才不害臊呢 我看看张探朝酒吧那边打量 已经没有亲嘴的男女了 但是有几对抱在一起 感情这个小不点 每天都在往那边看 看的都是这些 看来以后要没收他的望远镜 忽然 张探的视野里出现了 石包包的妈妈 李雨霄 他匆匆从酒吧里出来 走在西长安街的人行道上 准备上天桥 往小红马这边而来 在他身后两三米远的地方 跟住两个年轻男子 张探一开始以为是巧合 但是很快发现 这两人就是尾随李雨霄而来 李雨霄显然也知道 好几次回头看 甚至有一次和他们俩说了几句话 似乎让他们走开 但是两人轻浮地笑 依然一步一驱跟在身后 李雨霄无奈 脚步更加匆忙了 李雨霄